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伴随着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 他身边的外星人也在慢慢增加 想和那样子生小孩的客子 明明是个男孩子 却喜欢珍群连态 还有他原本平凡的妈妈 竟然也游身一变 变成了邪神猎人 而伴随着他们一起去海边玩耍 珍群的童真危机再次拉向酒坡 珍群一睁眼就看到那样子趴在自己身上 想要对自己生下其手 甚至想夺走自己的童真 眼看防守线已经全面崩溃 伴随着一阵黑幕 太阳重新升起 完好无损的珍群拉开窗帘 淡定地喝了口茶 然后出门去吃早餐 完全无视了被太阳叉子 封印在桌子上的那样子 叉子永远的神 但是珍群还是没能防住那样子 在早餐桌上 那样子仅凭他一人一嘴 就成功让大家认为 他们两人昨晚战狂激烈 珍群孤军奋战 无力回天 就连一开始反对的妈妈 也同意了那样子 可以稍微展开攻势 这下更加助长了 那样子的修正企业 他甚至打算 直接生米煮成熟饭 吃完早餐的珍群 逃到了海边 还没和连泰说几句话 那样子排狗壁膏药 再度出现 360度缠着珍群 最终珍群不得不使出 遮阳森躲避大法 成功躲过那样子的搜寻 为了寻找清静 珍群偶遇了 正在打游戏的客战 两人在交谈中 还偶遇了之前 制作游戏机 去被裁员的露西 紧接着珍群身边 又长出了一个那样子 露西现在赞美章鱼烧 但至于章鱼是什么章鱼 暂且按下步表 至少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吃完章鱼烧 那样子继续绕着珍群转 不管珍群提出要玩什么 他都能迅速结果 最终心烦意乱的珍群 非常残忍地讲述了那个 那样子不太愿意承认的真相 他讨厌那样子 正让那样子的散指 瞬间就能到三 变成了一个白色纸片人 虽然珍群嘴上说着 不用管那样子 但在客子起头脱掉 那样子有意识 他还是及时站出来 一拳制止了客子 并在妈妈的鼓励下 主动安慰难过那样子 于是那样子就成功获得了 和珍群的单独约会 约会全程珍群都乖乖配合 气氛相当和谐 尽管也出现过 不想配合的事情 但那样子只要一变成白色 他就只能缴械投降 当然他还是坚定拒绝参加蜜宝馆 两人去参拜了神兽参加的表会 还虔诚地许下了愿望 傍晚的时候 那样子和珍群在夕阳下 一起燃风现象烟花 虽然有些不起眼 但也同样很美 夕阳西下两人回去路上 面对珍群对自己喜欢的质疑 那样子这一次非常认真的 没有开玩笑地 向他说出那四个字 那样子的告白 让珍群很是在意 次日大家一起逛街的时候 珍群的脸都是红红的 在逛一家贩卖老式游戏机的店铺时 珍群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游戏机 当他尝试着按下开关后 再次睁眼间发现 自己在家里的床上 而且妈妈似乎有些不太对劲的样子 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的珍群 只能去上学 然后在上学路上 撞到了窥窟的那样子 在奇怪学校名的校门口遇到了 对自己格外温和的客资 进教室楼后看到了 穿着一身的旧服 热血清准两代 到教室后发现 于是间只会重复同一句话 只有珠群一个人 似乎还和平时一样 就在珍群一头水时 露西突然出现 告诉了珍群之下 他们现在进入了一款 受阻住的恋爱模拟游戏中 只有打出一个结局 也就是和一个女主角在一起 才能离开这个游戏 就在珍群苦恼万分的时候 那样子 客子和连态 都在珍群看不到的地方 暴露了自己的面目 他们三人都没有被游戏影响 甚至想要接着游戏 完成自己的目的 不过他们也很快 就在珍群面前暴露 珍群在不同的游戏场合 来回切换 经历了差点被连态夺取童真 差点被客子读弃生命 差点听到那样子唱歌 和那样子一起打工 遇到客子前来搞事 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 终于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场景后 到了圣诞节场景 珍群收到了三份礼物 连态送的是一个自己的模型 客子送的是 他想送给那样子的性感内衣 而那样子直接送了一份 结婚证据书 当然被撕掉了 不过他还有其他礼物 一条自己手支的围巾 而这个礼物成功让珍群混脸蛋 但嘴硬的珍群 并不会因此选择那样子 所以最终大结局 成功演变成了肉博战 然而就在他们打的热火抽天时 一直没有动静的朱絮 居然主动挨了胜券 不过结局自然是被珍群拒绝 而与此同时 大战也落下了帷幕 最终的赢家果然是那样子 大结局那天 珍群焦急地在大世界等待 那样子穿着一身校服向他跑来 他们需要再收下接吻 才能彻底结束游戏 珍群红圈脸想拒绝 却被那样子拉住手臂 听着他的真心告白 珍群没有再拒绝 只是疯狂地告诉自己 这是为了逃出游戏 在少年少女的青涩一吻下 大家回到了现实中 和其他人的一头问候不同 珍群的脸特别的红 但至于那样子有没有记得什么 那就不好说了 游戏里的经验 让珍群做了个恶梦 醒来后见发现 重新有个那样子的等身暴战 再踹了一脚发现 抱枕里没有动静后 珍群开窗将其丢了出去 上学的时候 那样子和珠群吐槽 然后在珠群的鼓励下 重新燃起来斗阵 放学后 大家一起去给连太买生活用品 高屋期间 连太和那样子不放过任何机会 向珍群表明心意 情侣没得晚了 眼镜扬得诱惑了 甚至还强迫珍群也点上眼镜 当然也少不了挑睡衣的环节 高屋结束后 三人坐在空空中休息 那样子收到了科长短线 问他幻梦镇的情况 幻梦镇有比梦镇 更为深层次的潜意识构成 在那所有地球人都联在一起 他就像是为了保护地球人的身心 而存在的壁垒 但之前幻梦镇的诸神惨遭毒手 壁垒岌岌可危 珍群听完后非常担心 尽管那样子是有他在 但珍群完全信不过 大家回家路上 那样子的呆毛突然指令 珠群出现在他们面前 被外星人侵占了身体的珠群 一边数着地球也被盯上了 一边发动了手中道具 一阵强攻场过 珍群在此请来时 居然看到了自己的身体 而他已经变成了那样子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自然是 在输去身体里名为一丝香的外星人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 从未来来的一丝香 想要见那样子的身体 来整理地球 结果不小心将两人身体呼唤了 身体自然能复原 但工具需要充电 所以珍群还需要在那样子的身体里待一会儿 在珍群愤怒的时候 一丝香告诉他们 因为地球的娱乐 一丝种族的部分激进派 企图与全人类交换精神 而目前换目镜中处于瘫痪状态 就是进攻的最佳时期 然后连太表示 他其实可以直接拜托那样子 用不着精神交换 理会的一丝香傻笑着 逃离了危险的珍群江 他逃走后 珍群陷入统治危机 前有连太说要保护他 后有客子说 就算是那样子的身体也可以 还有那样子用他的身体去厕所 做了某些奇怪的事情 洗澡的时候也并不安全 那样子的突然袭击 逼得他不得不对自己身体下手 更别提晚上睡觉的时候 三人都想和他一起睡觉 最终还是珍群灵光一闪 成功侧盘了客子 安全度过了晚上 但危机还没有结束 上学后才是最危险的 拥有珍群身体那样子趁机 用珍群的身体拉着自己身体 在全班面前大声对自己告白 虽然珍群当场拒绝了 一丝香因为通宵打游戏 上去迟到 午休期间 他说了嘴了一个坏消息 在他的时间线里 地球已经被毁灭了 原因不明 但也有好消息 到傍晚珍群和那样子 就能顺利换回来 放学后 一行人一起去看望 今天没有来上学的影视 在去的路上 那样子和珍群都有一点担心 于是会不会被某个金钱派 交换了精神 带着这样的不安 他们按响了于是家的门铃 然后伴随着 一丝搜寻器发出警报 于是破床而逃 不安成真了 一行人来到了公园 面对一丝洞 大方局次要占地球 以及他身后 巨大精神交换装置 遵循拜托连太和客子出手 将其拿下 但没想到一丝洞 居然有宇宙CQC-G 不过一丝洞也有准备 他发射了宇宙CQC干扰消除器 接下来就是两人 互相消除对方技能的 小学生斗嘱过程 但最终一丝洞 因为子弹信号光耳罗拜 大家只能看着一丝洞 狂消热启动交换装置 但是伴随着一阵强光过后 大家的精神并没被交换 一丝洞不明白哪里出了错 直到幕后黑手 金剑派大总统阁下出现 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作为宇宙儿童保护协会的成员 他这次的目的是要毁灭地球 而理由是 因为地球的动画和漫画 影响了宇宙儿童的健康成长 并且助长了全宇宙的性犯罪 为了保护儿童 以及个人的退休后生活着想 大总统决定毁灭地球 说着他要朝真群攻击过去 战斗一触击发 但是宇宙CQC不能使用 大家都只能依靠肉搏 就连真群都加入了战斗 就在这时大总统发动偷袭 千军一发直击 那亚子替真群挡下攻击 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真群绝望地呼喊着那亚子的名字 说了许多真心告白 就在他的眼泪滴露的时候 那亚子嘴角上翘 然后一把按住真群脑袋 和他来了个热烈的手腕 战况之激烈 让客子和连态都失去了色彩 而他们这一举动 也彻底激怒了大总统 伴随着他去世待发的一击 一丝香的精神交换装置 也充电完毕 两束光蒙在两人身上交换 等到真群再次睁开眼睛时 那亚子已经挡在了他面前 伴随着那亚子变身 这场战斗也就画上句点 告别了一丝香和一丝动后 和平的日常终于回归 但真群没想到的是 还没平静两分钟 那亚子造的念 全部回馈到他的身上 真群的悠写周末 从被邪神三人组打扰睡觉开始 四人在床上愉快打闹 被一阵门铃声打断 打开门门口站的是 一个超级可爱的罗莉 以及一个绿色的戴尺宝的烟球 根据他们的自我介绍 这个罗莉是 加塔诺托亚财团千金 加塔达大小姐 而绿色的烟球 是加塔达大小姐的管家罗伊 而他们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妈妈在树立的时候 发现他们迷路了 所以将他们送到真群这里 看看那亚子姐 有没有办法帮两人找到回家了 人送回去之前 真群还需要照顾一下小朋友 那亚子也很快 给行星保护机构 和宇宙警卫队发送了邮件 相信很快就能收到回信 然后那亚子就坚持满满地 打算照顾小朋友 而他们没有一个人发现 邮件发送失败了 并且在真群家的房顶上 正盘踞了两个巨大的怪物 那亚子是带娃着实有些硬核 甚至打算带小朋友玩公共游戏 好在真群及时阻止 但混乱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那亚子解冻的食材 将家里搞低团了 为了不再增加自己的负担 真群将捣乱三人组先扔出家门 可伴随着他们的离开 房顶的两个怪物 也开始乡下蠕动 真群刚回到房间 就看到加塔达 把自己弄得乱七八糟的一幕 没办法只能让他赶紧去洗个澡 但是加塔达是大小姐 所以洗澡喂食都需要真群帮忙 好不容易说出完房间 照顾小朋友 让他安安静静睡着 那亚子三人回来了 当他们看到加塔达睡在真群的膝盖 放在桌子上被吃过早餐 以及两人换过的衣服后 三人组爆发了 危机赶让真群抱着加塔达就跑 三人组在身后疯狂追赶 然而在他们跑回家门口时 那两个巨大的怪物拦住了他们聚落 打闹归打闹 关键时刻还是要扣那亚子他们出场 但因为那亚子三人攻击时毫不顾见 让真群和加塔达受到牵连 当真群看到加塔达额头上的伤口时 他彻底生气了 愤怒地指责了那亚子三人后 他抱歉加塔达丢下三人回到家里 不过等到晚上 那亚子三人还没有回来时 真群已经有些担心了 只不过嘴硬不可承认 他和加塔达一起吃了晚饭 当加塔达问他是否寂寞时 真群嘴硬地表示 自己本来就喜欢这样的日常 于是第二天醒来时 真群获得了一个空无意义的事件 真群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 他去到了那些和大家拥有回忆的地方 随着的教室 天台 旅游过的海边 曾经快乐的记忆浮现在到海里 一目降临 一只怪物出现在真群面前 真群和一开始一样转头就跑 但是这一次 不管他怎么呼唤 都没有那亚子出现拯救他 就在千群一发之际 那亚子的镜子从真群胸口掉落 他想到那亚子曾经用他 抓到过那些导论的食材 于是用镜子对准怪物 成功逃过一节 就在这时加塔达哭着 跑到真群身边 这下真群清楚了 这一切都是加塔达弄出来的 这在他和加塔达 将一切复威的时候 管家罗伊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他变成了巨大的出手怪 想了解真群 眼看无处可躲 下一秒 一个可爱的那亚子玩偶 从镜子里出现 斩下了出手 紧接着那亚子也从镜子里爬出来 成功将真群从实话中唤醒 真群重新和大家见面 正在和大家开心的交谈之际 罗伊暴跳如雷的 想说出自己的目的 他之所以搞出这一切 都是为了公口游戏 本以为真群和那亚子一样 喜欢玩公口游戏 会在没人的世界里 直奔游戏出卖点 没想到他完全误会了 并且他还交代了自己 曾经做过的所有事情 干扰邮件的发送 让怪物袭击真群 甚至弄伤加打打 都是他干的 战斗一触即发 尽管面对庞大的购物军团 大家都拼尽全力 而就在大家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 妈妈带着下塔军回来了 而露西也出现在连太身后 帮他一起战斗 杂兵被消灭完 救到了幕后主使的 不过没想到罗伊实力强尽 内亚子一个不查 被他用处处绑住 眼看内亚子竟有生命危险 真群在关键时候 把敲关丢到内亚子手里 成功逆转战况 罗伊在一阵 我还有许多游戏 没有通关的悲鸣中 被内亚子成功消灭 邮件已顺利发出 加塔达也很快有人来接待回见 平平静静的日常生活 再度回归 好了 前行吧内亚子第一季的故事 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真群所向往的平静日常 虽然在遇到内亚子之后 就消失不见 但他也重复收获了 各种各样有趣的经历 毕竟和外星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常 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 很多时候有得必有之 但千万不要因为失去的东西 就去报应所得到的 认真看看你会知道 那或许将会是 你此生最智慧的东西 如果你觉得阿帅解说的还行的话 还请动的手指点赞订阅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